会议日程会议日程四川旅游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教师参会11月17日 第七届高等学校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人才培养在宁波大学照 开四川旅游学院信息与工程学院罗婉利和徐华林老师参加会议 宁波大学副校长邵千钧 致辞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院长毛基叶数据区 动得管理决策与创新 以魏多美面包为例讲解新零售的趋势发展意 魏多美为例讲解新零售发展趋势 中国建设银行无人银行门店的主要职能转变为体验数字经济的到来 在过去适用信息化局部的提高效率 而现在适用数字化转型引领新局面 以往前端是体验 后端是创新 现在前端是商业模式 后端是运营模式 人力资源管理的数字化转型图片 发自减书APP图片 发自减书APP AI最先转变的是营销 科技金融 智能制造 现在正在改变运营模式 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吕廷杰 从人工智能到区块链格 命图片发自减书APP将来的挑战 在于多元易构化数据的处理 将来人做的更多的工作 是信息处理 网络空间是我们生活的新维度 图片发自减书APP 人工智能 不可能完全替代人 我们现在处于弱人工智能时代 人工智能引导机器 做大量重复性工作 图片发自减书APP 在未来强人工智能和超人工智能阶段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网络空间中 如何用人工智能解决信息处理的问题 图片发自减书APP 引发的问题 数据产权问题图片发自减书APP 图片发自减书APP图片 发自减书APP图片 发自减书APP图片发自减书APP图片发自减书APP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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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许开全 商业数据分析课程的教学体会和心得图 片发字简书